10月19日晚上 2013年SM家族的演唱会在北京鸟巢开场 当晚呢 韩国造型工厂SM公司 携旗下艺人安琪炫 宝儿 东方神喜 少女时代 Super Junior XO FX等等 是旗帜北京 现场的气氛呢 是非同一般 一起来享受一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现在身后就是北京的国家体育场 今天晚上 韩国SM公司的家族演唱会 就在这里举行 大家熟悉的东方神喜 XO Super Junior 以及少女时代等组合 都有可能会登台亮相 尽管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到内场拍摄 但是从热情的歌迷就不难想象 里面是怎样的一番热闹情形 今天人真的特别多 然后下午两三点钟就开始多些 说什么也非常紧 你们这个今天的生意怎么样 我今天生意 那还不错的 还好 上座有七万人左右 尽管记者无法进入那场拍摄 但从现场粉丝们的视频记录来看 这场迎接了SM公司旗下 所有艺人的演唱会 可真是声势相当浩大 而这一种韩国明星来到中国 用中文打招呼自然少不了 看看少女时代和XO 那说的可都是自正腔远 顺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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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么大的舞台上见到大家非常高兴 谢谢 你们想念我们了吗 这样的吗 谢谢大家 谢谢很想念你们了 SM公司的这一众艺人 如今个个都是韩国乐坛的当红炸子鸡 因此无论正在表演的是谁 鸟巢里的每个角落都充斥着各种尖叫声和大合唱 你一个人在看着个女人 你就是这么管你的女人 多小爸爸你怎么永不放下 一分一分不住我变得舒服 只好一来都拿着走到一轮上 难道就不能加油转弄了准备 光光就继续了 你最过心灵了 如果相信她的新鲜的白云在放下 我会变得更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周密和宋茜来说 此次回国表演 中文曲目 那也是必不可少的嘛 最后在全新大歌唱 韩流鼻祖HOT的歌曲《希望里》 整场演唱会落下了帷幕 粉丝们的热情 也达到了当晚的最高峰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尽管都是为了自家的偶像前来 但是面对如此豪华的明星阵容 粉丝们直呼只回票价了 很满意超满意 而且音源超级棒 都非常好 里面是怎样的情侣 就是超热闹 各家的饭都很团结 而且每个人都非常尽力 跟我嗓子喊牙了 娱乐新天地演唱会 今晚还起来 北京采访报道